好,我们看一下这题 他说为了响应节能检探政策 某公司基于成本考量 决定在6年后 公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降为现在排放量的50% 那公司希望我们按照 逐年按照一个比例 固定比例R固定逐年慢慢下降 那为达成这个目标 问你下列何者正确 什么意思 他希望按照一个固定比例 比如说我每年逐年下降90% 百分之90也就是0.9 换句话说第一年下降90% 第二年再下降90% 所以第二年只剩下81% 第三年再下降90% 变0.729 所以说我每一年固定下降90% 对吧 所以说每一年就乘90% 乘90%嘛 那今天这题 他每一年希望下降多少 R 换句话说第一年乘R 第二年乘R 第三年乘R 第四年乘R 第五年乘R 乘了6年R之后剩下50% 这样行不行 麻烦你求R 换句话说R那60%又等于1分之1 这样行不行 麻烦你把R算出来 怎么算 我一再强调只要次数不好算 麻烦你再等号两边 麻烦你一件事情 同取多少 log这样行不行 可不可以同取log这样行不行 时候你看一下 把次数往前飞 6倍logR log2分之1是几 log2分之1对吧 可以写成负的log2 这样行不行 因为2分之2的负一次 它可以写负的log2 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 6倍logR 等于负的0.30110 这样行不行 可不可以好 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换句话说老师想请问一下 换句话说老师可以知道 logR事情 把负的0.3010 除以6 所以0.3010 除以6 0.0501左右 算出来大概是0.050左右 好不好 负的0.050 这样行不行 可不可以好 换句话说老师可以知道 logR算出来负的0.050 但是我一再强调 我们在算log的时候 习惯上小数点什么号 整号 所以负的0.050 它可以写成负1加3 0.95 这样行不行 所以说等于logR等于几 什么叫负1 负1可以写log多少 负1可以写log0.1 对吧 因为负1可以写10的负1次 10的负1次也就是0.1 0.95 0.95大概是log多少 8.91左右 这样行不行 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 logR事情 两个log相加 变一个log相乘 乘乘事情 0.891 这样行不行 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 我的R 大概是几 0.891左右 这样行不行 可不可以 所以说你看一下 单会接级 0.88到 0.91之间 所以单位选几 选B选下 这样可不可以 到这边把这题 整理一下